介紹來關心車好的消息 在前一名23歲的教室 我沒有在由KTV離開 在經過自由路到我黨街口的時候 因為三車無修心 全攏分隔 造成汽車人家散落一地 共大的攏檢車也讓附近的民眾出門插看 並且通報 這次消防救接的通報之後 隨著派遷第一分隊的救給人車全翁救完 這次第五分隊救人車九頭集 現場一名大約二十多婚安 造載單台救完 救了另外時期只能查看三車重空 包括在三車意識清澈 不可身體有多處處 你救了另外在拜託兩居士上一路之遙 將這名教室送到便宜得了 KTV口岸之後 回家的路上行駛自由路的時候 經過遠東街 突然有一部自想客衝出來 甘明男子駕駛白色自想客 那附近只好衝上分隔島上面 造成那個前車頭撞毀 那救人員到達現場的時候 甘明男子是之前走出來坐在那個島上面等待救援 甘明男子表示被避免的難道 要求極快送你 緊記了解這名男子當時由KTV離開 在經過自如路路到原東街口時 為三票車廠 在自動分隔島 包括在並沒有合格到吉他車廠 該市商業也好民眾 開車經過路口減10萬行 並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審議都應該去猶豫不得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六七標工程的開工典禮 我想這也象徵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央跟地方我们都努力 就是为所有的工程 或者我们所有需要做的一个计划 不断的携手合作 这才是人民之福 我想嘉义市我们污水下水道 虽然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们也在极尽努力的沟通之下 大家真的看到了它的优点 以及它的必要性 所以配合度后面就比较高 那我们同仁也更看到了 在这方面不只是工程 更要有人文 所以在人文当中 大家能够把好的环境给开辟出来 那这看不到的工程 比起什么都重要 也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的相关 我们再做一个优化 再做一个提升 我想让我们居民的生活品质 能够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疫的工作随时是挑战 是严峻的 尽感谢大家的同心 大家平安健康 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伙伴 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用心 我们相信 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找出 恢复生活的自治 卫生习惯保持好 只可以让风险找到最低 愿大家一切很好 一起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